所以其实我卖了两年的蓝口超贵的化妆品 我没有学到一丝专业的贵解技术 是我现在所做的一切 所有为我能够带来的收入 都跟当时两年的经历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但一定打算向你分享三种副业 你也可以理解为赚钱项目吧 做了之后未来有可能会让你后悔莫及 不建议大家做的就是普通的part time 无论是上班族还是大学生 我相信所有人都希望能够找一个性价比高的副业 为自己增加多一点收入吧 我自己做过上班族 我自己做过学生 这段人生加起来也过了26年 所以我非常清楚 所以其实我也非常了解大家的心情 在好像大学生时代的时候 周围可能会很多朋友去麦当劳做兼职 或者是去做家庭教师等 很容易会受到周围的影响 做了一样的兼职 我去到北海道都研究院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2014年 然后那时候的所有留学生朋友 做的普通的part time 基本都是端盘子洗碗 收钱要装电等等等等 然后工资挺低的 实行大概回到在800日元到1000日元左右吧 但是那时我机缘巧合找到了欧莱雅的兼职招聘 然后就面上了蓝阔的化妆品教授 那时我简直开心到想要请所有认识我的人吃牛排 为什么呢 因为那份工作当时是整个北海道地区实行最高的工作 但是很爆炸的是欧莱雅集团从来都不给兼职培训的机会 他不愿意在兼职上投入教育的资金 所以其实我卖了两年的蓝阔超贵的化妆品 我没有学到一丝专业的贵姐技术 而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我现在所做的一切 所有为我能够带来的收入呢 都跟当时两年的经历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我在那份工作当中 能够学习到日本贵姐超级硬核的专业化妆技术 还有他们的对产品的认知 以及与客人关系建立的方法 统称化妆品专门的营销吧 用这些知识背景来做一个美妆博主 然后再配上一个非常另类的IP属性的话呢 可能开直播然后直播带货 或许也能赚到非常好的收入 那就是如果选择这种普通的part time的话呢 可能现在你是本职工作工资加part time 能够让你现在的生活比较风郁一点 但是如果你想从现在到未来老死为止之前 都获得一样风郁的生活的话 你可能就一辈子要工作到死为止 第二个非常不建议大家做的就是 跟你承诺能够躺赚的一切 例如现在你们看到的很多YouTube频道的留言呢 例如招打资源把100个字给你多少美金 或者是说自动挂机赚钱挂5分钟赚多少美金 还有就是只要每天弄10分钟5分钟就可以每天获得被动收入赚多少钱 能够承诺你这一些的话呢 你都要非常的小心 因为听得这么好的声音呢99%都是骗人的 第三个不太建议大家做的就是在一些服务外包网站接单 举个例子就是例如在Fiverr或者是artwork这一些 一做二 freelance一大把的地方出售工作 例如简单的设计啊翻译啊做远程客服啊等等等等 反正工作非常多吧 具体来说一下为什么我不推荐 那是因为呢通常在这里出售工作 接受任务的话市场竞争非常的大 也因此薪酬会有被压得很低的趋势就例如在Fiverr找人设置一张照片 一个工作人物5美金 而且在Fiverr这个工作的5美金当中成交之后呢 还有一美金是要交给Fiverr的也就是说你只能赚4美金 所以呢我推荐的方式主要还是两点 第一点还是先建议你自己主动的去找甲方 同时他也能够跳出服务外包网站这种大竞争的范围 进行长期合作和价格洽谈 而第二种方式呢就是还是在Fiverr这种地方发布工作任务 但是目的是先积累业绩抓住第一批顾客 然后等跟顾客关系搞好之后呢就考虑可以跳出平台直接交易 这样的话薪酬和稳定性肯定是会上升的 其实真的没有特别多所谓不能做的工作 只要是没有违法的话没有人可以强制你 但是呢如果有余力可以选择的话呢 建议还是不要先盯着这个月能够拿到的眼前收入 最好能够思考一下效率的问题 现在的时间花出去了在未来会不会为你带来新的附加价值 并且在未来可以带来新的收益 扫描Kurako不要错过精彩内容 按赞分享订阅疯传媒小铃铛开起来一起来跟风 开起来 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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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